以赖姓范贤为首的三人暴力讨债集团 上个月24号校午因为与彭信被害人债务纠纷 鲜持空气枪逼迫被害人签下本票 在约被害人晚间在温泉路上的便利商店交付金钱 凤林警分局晚上在温泉路上执行领检勤务时 发现了就赶快拦查盘问 并且在车上找到了本票和借据 立刻把这三名扼杀深知一发 凤林分局侦察队征询后将以暴力胁迫讨债的三名扼杀 移送地检署证办 凤林警分局晚间9点多 在瑞瑟湘温泉路上执行扩检勤务 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车 车上驾驶以及乘客申请可疑 警方立即拦停与盘查 经过盘问后发现赖姓嫌犯等三人 竟然是讨债的犯贤并在车上找到了本票 以及结局各一章 晚间接获民众报案 称因与人有债务的纠纷 遭涉嫌人持枪托攻击其头部 造成头部有撕裂伤的一个状况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立即前往现场 交付现金的现场前后部署警力 见涉嫌人出现于现场之际 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围捕 现场共查获涉嫌人共事人 并查获起初作案的空气枪一支 及本票等相关证物 警方在调查后突破赖姓嫌犯等三人的新房 并寻现查获作案用的空气枪一把 于讯后将赖姓嫌犯等三人 以违反刑法恐吓取材 妨害自由以及伤害罪嫌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记者是越南瑞瑟采访报导 花莲作案用